来自全球权威媒体的健康信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简报 我是兴风 英国卫报报道 最新的数字设备可以连接大脑与肌肉 荷兰男子瘫痪10年之后 现在能走了 一名荷兰男子在2011年的一场事故中瘫痪 随后接受医生手术 并且植入一种可以读取脑电波 并向脊柱发送指令来移动正确肌肉的设备 如今他已经能够在辅助下进行自己的行走 卫报报道 现年40岁来自荷兰的奥斯坎 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摔断了脖子 当时他被告知这辈子再也不能走路 没想到接受手术之后 如今他能够爬楼梯并且行走100多公尺 奥斯坎表示 几个月前是我10年以来 第一次能够站起来和朋友喝酒 这个名字叫做数字桥梁的设备 是瑞士神经科学家团队的最新成果 旨在使用无线信号将大脑与肌肉重新连接起来 在之前的试验中 数字桥梁通过从奥斯坎的脊髓发送信号 来重现步行的节奏 虽然顺利帮助他一次行走好几步 但是动作仍然非常像机器人 而且必须由按按钮来触发 而最近专家团队更新了这一设备 神经外科医生在奥斯坎的大脑上安装了电极 可以在他试图移动双腿时检测到神经活动 并且将毒素转化为脉冲 接着发送到脊柱中的其他电极 如此一来脉冲就能够激发脊柱中的神经 启动肌肉以产生预期的运动 此外数字桥梁似乎还可以促进康复 在使用此技术进行超过40次的训练之后 奥斯坎即使不依靠设备 仍然重新获得了对腿部的一些控制 专家认为重新连接大脑和脊柱 有助于脊髓神经的再生 恢复患者失去的部分控制 虽然这项技术还处于早期阶段 但是研究人员希望 未来的小型化设备 能够帮助中风患者和瘫痪患者 恢复行走 移动他们的手臂 并且控制其他部位 另外德国之声报道 印度在整顿制药业方面做的够吗 在印度制造的止咳药导致数十人死亡之后 新德里政府从6月初开始 对出口的止咳糖浆进行强制性的抽氧测试 印度的萨马尔汉至少有18名儿童 在服用了印度制药公司 Marion Biotech生产的止咳糖浆后死亡 印度的另一家制药商Maden Pharmaceuticals 生产的止咳糖浆 也与66名儿童的死亡或者急性肾损伤有关 新德里政府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列出了一些国家批准的实验室 可以对药物样本进行测试 有报道称是二甘醇和乙二醇污染了止咳糖浆 这些有毒物质有时候可能是致命的 特别是对儿童 因此现在还对止咳糖浆进行了额外的质量检测 制药专家和公共卫生人员认为 需要优先考虑所有药物的质量控制 不仅仅是止咳糖浆 官方数据显示 印度的制药业在数量上是世界第三大行业 在价值方面是全球第14大行业 制药行业约占印度GDP的1.72% 总价值约为50亿美元 其中一半以上收入来自于出口 全球约20%的仿制药需求由印度来满足 印度一家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德国之声 过去一年与止咳糖浆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带来了不确定性 并且对印度的制药行业的声誉造成了损害 他说印度有数千家高质量的制药商 但是一些劣质企业的松懈和不道德做法 有可能对印度药品出口的声誉造成巨大损害 印度卫生部在今年3月 取消了18家违反规定的公司的执照 并且引入了严格的测试要求 印度医学协会的前主席指出 强制要求从政府批准的实验室 获得药物质量分析证书 将能够确保出口产品的安全性 并且将质量控制的责任放在制造商身上 这一点十分重要 因为某些进口这些产品的国家 可能自身没有健全的质量检测系统 然而也有人指出 复杂的检查制度掩盖了印度的真正问题 那就是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的政府反应 印度拥有由3000多家制药公司 和1万多个制造单位组成的庞大制药网络 专家指出 只有出口的药物被要求进行严格的出口测试 而在印度国内 他们仍然可以自由地销售这些不合格的药物 一些业内专家一直在倡导印度的药品监管体系的改革 一位公共卫生医生表示 安全标准在任何层面上都不能妥协 宽松的监管机制需要进行更加严格的协议控制 受污染的止壳糖浆 揭示了生产层面质量控制机制的缺陷 今年4月份 印度的药品监管机构 在总共1497个样品中 发现了48个药品 未能通过随机抽样检测 而这些被查出的药品包括抗糖尿病药物 抗生素 骨钙产品和心脏病药物等等 其中包含一些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药物 比如抗癫痫的药物加巴喷丁 高血压药物泰米沙坦 以及艾滋病药物利托纳韦等等 印度的制药业正在蓬勃发展 特别是在仿制药和保健领域 依靠对西方国家的出口 印度的制药业增长迅速 它也因此被称为是世界药房 因为印度以可以负担得起的价格 可以高效的生产符合全球标准的药品 根据制药业称 印度满足了全球50%以上的各种疫苗的需求 满足了美国40%的仿制药需求 和英国25%的所有药品需求 而印度仿制药占全球出口量的20% 使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仿制药供应商 另外国会山报报道 提早进入临终关怀可以节省医疗成本 文章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 医疗保险受益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年 经常充满浪费性的支出 推高了医疗保健成本 倡导者和研究人员指出 如果更多的人选择在临终旅程的早期 就进入临终关怀 不仅他们和家人的生活质量可能会改善 医疗保险将避免支付浪费性护理的费用 也可以减轻绝症受益人的压力和不适 芝加哥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 使用临终关怀的受益人的医疗保险护理总费用 比不使用临终关怀的受益人要低3.1% 在2019年 接受临终关怀患者的医疗保险支出 减少了3亿美元 另外英国每日电讯报道 癌症血液检查为更快治疗提供了希望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证明 由美国圣杯公司生产的Gallery血液测试 可以加快癌症的早期发现 该测试可以检测到多达50种癌症 英国NHS试验招募了5000多人 75%的检测呈阳性的人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但是仍然有33%的癌症病例 没有在检查中被发现 研究人员表示 该测试的准确性 有望与其他诊断结合后进一步提高 以上就是本期健康简报的全部内容 更多全球最新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大家可以订阅 各类符合你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专业定制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